抗日战争时期 我国涌现出了许多民族英雄 同时也出现了不少汉奸 他们卖国求荣是人人喊打的存在 但也总有那么一些人不仅不以汉奸为耻 反而觉得这是一种成名的手段 就像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当代汉奸石平 石平此人1962年出生于我国四川省 198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 1988年前往日本留学 并在神户大学完成了博士课程 此后石平就开始在日本右翼媒体上发表文章 公开批评中国 他先后出版了《我为何抛弃中国? 中国大屠杀史》等抹黑中国的书籍 否认日本在南京大屠杀中犯下的滔天罪行 支持日本民主党参败靖国神社 还多次发表钓鱼岛属于日本的言论 内地网民也因此称他为 中国三十年来第一位被公认的汉奸 石平曾表示 出生在中国是一辈子的遗憾 于是他在2007年加入日本国籍 还给自己取名石平太郎 2011年他娶了一位日本妻子 2018年6月 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提字《和平东亚》 石平竟然第一个大骂福田康夫是国贼 不过石平这些跳梁小丑一般的行为 也并没有为他带来长久的利益 目前他写的书已无人问津 不少日本人也瞧不起他卖国的举动 认为他行为丑陋 毕竟连自己祖国都可以出卖辱骂的人 相信到哪里都不会有人喜欢 要说这三国中的吕布 从没杀过议员大将 却被后世尊为三国一律 就因为他有一个记录无人能获 什么记录你知道吗 感兴趣的朋友可关注探秘历史 回复吕布即可观看